末法 众生不守戒律 欲望强烈 想行 迎吃肉 所以会掀灭冷颜经这一段思清静明慧界 而妄称冷颜经是伪经 才能作恶 安然自在 大口吃肉 大肆行 影响肉欲吃乐 法灭经经上说 末法时代 冷颜经掀灭 其余的经典 逐渐而灭 如果冷颜经不灭 正法时代就现前 因此 我们佛教徒 必须以性命来护持冷颜经 以血汗来护持冷颜经 以志愿来护持冷颜经 并冷颜经永驻于世 发扬光大 流通到美丽微尘中 到全世界每个角落去 流通到近虚空变法界中 如果能这样 正法就能大放光明 冷颜经 四大戒律为原则 四种清静明慧 迎新不除 臣不可出 就是出离六道轮回 淫欲 避落魔道 上品魔王 中品魔名 下品魔女 杀生 避落神道 上品大利鬼 中品飞行夜叉 下品的行罗沙 食肉人 皆大罗沙 抠 避落邪道 上品精灵 中品妖魅 下品邪人 妄语 沈三苦海 畜生 恶鬼 地狱 无成三位 冷颜经里的四种清静明慧 断银 断杀 断偷 断妄 是息息相关的 若犯淫戒 就容易犯杀戒 也容易犯偷戒 妄语戒 因此犯淫戒 是杀到妄都包括了 所以 分而言之是四种 何而言之是一体也 是故阿难 若不断淫 修禅定者 如争杀时 欲其成犯 经百千节 指名热杀 何以故 此非犯本 杀时成故 如以迎身 求佛妙果 纵的妙物 皆是迎根 根本成盈 轮转三图 必不能出 如来涅槃 何路修正 必使迎机 身心剧断 断性亦无 于佛菩提 四可惜记 如我此说 名为佛说 不如此说 吉波寻说 因此之故 阿难 如若不断出淫念 而修禅定的话 就是 犹如争处杀时 要想它变成了相犯 即使经过了百千节那么久 也只能成为热杀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是相犯的来源 是杀时而成的缘故 你如果用淫欲之身 来求证佛陀的妙果 即使稍有所悟 也都是淫根 根本已经是淫欲的种子 始终还在三图中轮转 必定不能超出 如来的涅槃妙果 那有路径可以修正而得呢 必须将身心淫机之根 完全断灭 最后连这个断除的星星也化为乌有 然后对于佛陀的正觉菩提 才有希望正德 和我所说的相同 才是名为佛说 如不如此闪说的话 那就是魔的说法 佛陀在这里极力地主张 淫心永断 才能成就正觉菩提 也许初心学佛的人 虽然素因善根深厚 可是由于旷节以来深重的淫念习气难于涉离 刚好这时遇到魔外前来煽祸 说什么淫欲不爱修禅等事 因此 都因素系发现 而欣然听从者多 所以佛陀才强调 因为修定断淫乃是先佛的明慧的缘故 你在末节时 决定教人修学禅定时 必须教人断除淫念为吉物 若不断淫念 而修禅定的话 如争杀时 欲戏成范 淫是生死的根本 如不断除淫念 而修禅定的话 在禅定中见到欲禁时 就会一再地被迷惑不已 世尊举出一个霹雳说 如吹米 而欲使它成为米饭 那是简单的事 可是蒸杀时 而想它便成为香饭 那是不可能的事 任你怎样的蒸煮 也不得成为饭的 经百千节 指名热杀 即使经过百千节的时间那么久 也岂能煮成为热的杀而已 这是辟语代淫修行 只是网劳功利 不能修成正果 世尊并解释为什么蒸煮杀时 不能成饭的原因 何以故 此非犯本 杀时成故 因为杀时并不是熟饭的根本 杀时根本永远做不成米饭 想成佛作祖 也必须有个根本 根本若清净 支流也会清净 佛教是以持戒为根本 如果毁犯淫戒 则根本一毁 怎能达成佛陀的清净教训 如以淫身 求佛妙果 纵的妙物 皆是淫根 你如果不断淫念的话 就是以淫欲之身 想来求佛所证的妙诀己果 这样 则已失去其根本 那么 阴与果已经不服 好似争煮杀时 欲成熟饭那样 即使经过多节的修习 得开妙物 也都是淫根 根本成淫 轮转三图 必不能出 根本既然基于淫欲所发出 始终都在地狱 恶鬼 畜生的三图里面轮转不休 则想超越这种苦处 也是不可能的事 也就是因为以淫欲为种子的缘故 一触即发 会再造出种种恶业来 有了这种不纯之业为基因 则年九月深 必定是在三图当中打滚 一定不能跃出三图的一步 何况人深 以及人深以上的问题 至于谈到佛果 那是梦想也想不到的事 所以说 如来涅槃 何路修正 如来涅槃就是佛陀清净寂灭的极果 但淫修禅的人 恐怕会堕落三图 连生死的问题尚且未能解决 何况佛陀的妙果 以杀石争主成犯的方式 根本都已错误 那能跑上菩提涅槃的大道 这是千万不可能成就的事 必使迎击 身心拒断 即使发动的原动力 迎击就是座椅心锁 因为稍有座椅 则迎心变动 此心一动 则此身也必定会随之而动 即使身断 而心不断的话 还不是彻底的膝断 所以必须断其原动力的迎击 心的迎击一断 则身心二除就会告拒断 断心一无 最后连压制断除的心念也化为乌有 于佛菩提 此可惜记 因为心的迎击虽然断息 然而能断之性仍然存在的话 就是所断的援引还是不除 生死之根仍然存在 必须将这种生死根本的断性也断灭 才是真正的寂灭 这才是菩提的道本 既得菩提道本 则菩提的结果才有希望证得 世尊竭令说法的邪正而说 如我此说 名为佛说 不如此说 即波寻说 到了末世时代 邪正混杂 魔佛难辩 人心容易被祸 故阿难尊者曾请求佛陀 阐明邪正的规则 佛陀才以四种根本的戒律 以便验之 世尊说 末世时代 如能依照我所说的先断心盈 去修禅定 这便是真正的佛说 如不然 而另言行盈 不爱参禅的话 那就是波寻魔的学说 故应必知 波寻正因为波被业 亦为恶者 始能伤法身 亥惠命 是魔王的名 魔为麻罗的简写 到了唐代才在麻的下面 加一子鬼 而为魔 尔来相传已久 时因会脑害于人 会阻碍菩提到心的缘故 才有了鬼字的出现 冷言经说 我令比丘十五斤肉 此肉皆我神力化生 本无命根 如婆罗门 帝多争师 加以沙食 草菜不生 我以大悲神力所加 因大慈悲 假名为肉 辱得其味 奈何如来灭度之后 食众生肉 名为狮子 如等当之 是食肉人 纵得心开四三摩地 接大罗沙 暴中必尘生死苦海 冷言经上说 食肉之人 所求功德 西部成就 华言经上说 妄施菩提心 修诸善法 世明摩业 佛教士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食肉是否与众生结恶缘 是否会间接导致众生遭受杀害 食肉与恶的距离 若非饥荒环境 请佛弟子慎思之 所传借有佛说经典一句 难道佛教徒都不信佛说经典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